首先一心鼎礼 无上尊贵 根本传承上师 圣尊年身活佛 一心鼎礼 历代传承祖师 一心鼎礼 马头明王金刚尊者 一心鼎礼 谈成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空行 诸天神众 其景持悲加持弟子 连庙代思传授 马头明王金刚不共法 传法一切 如意吉祥圆满 无上尊贵的根本传承上师 圣尊年身活佛 尊贵的看书仁波切 尊贵的师母怜香上师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助教 贵宾 以及在座的每位菩萨们 再次的跟大家问好 大家午安 大年以前 我就向根本上师求法 因为我知道西雅图两千年的 新春祈福大法会将轮到我 由我来代师传法 师尊很慈悲 赐给了我马头明王金刚不共法的灌顶 并传授了我马头明王的首映 还有呢 咒语 我刚刚还没有这个上台以前啊 就有师姐啊跟我讲上师我快打瞌睡了 我先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好不好 帮你们提提神 我知道由世界各地呢 很多同盟都是从世界各地赶回来扶持的 很多人都有时差 不过呢 我在此我也要拜托大家 拜托大家先不要有时差 等我讲完了再时差好不好 谢谢你们 在一架这个飞机上 在一架飞机上 有三国的总统 三个国家的总统哦 他们就在那里开会 那结果飞机啊 就这样子飞啊飞啊飞的 突然啊 蹦一声啊 爆炸了 飞安事件 那这三国的总统啊 他们通通啊 都往生到这个天国 三个一起到天国去报道 他们看到了上帝哦 同时都看到了上帝 那上帝呢 非常非常的慈悲 上帝就跟他们讲 他说啊 你们赶快回去啊 回去干什么呢 跟你们的老百姓讲 这个世界啊 在24个小时之内啊 就要毁灭了 啊就这样子跟他讲 这个第一个 中国的总理啊 很紧张 他回到大陆以后呢 他马上啊 他马上呢 就对这个大陆的同胞啊 他就对他们说 他就这样讲啊 他就说呢 同志们 告诉你们两件 很不幸很不幸的消息 第一件啊 就是呢 上帝啊 竟然是存在的 啊 他觉得不可思议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共产党是无神论者 共产主义是无神论者 所以呢 他看到了上帝啊 他觉得很惊讶 啊 所以这个第一个不好的消息 他在讲哦 再告诉你们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件事情 这个世界啊 在24个小时之内啊 就要毁灭了 哎 他很烦恼 他说啊 一切都完蛋了 啊 接下来呢 就是谁呢 就是美国总统 啊 第二位就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呢 他回到了这个美国之后 他一样的 在全国的电视当中啊 啊 这个全国的电视当中 就对他的老百姓就讲 啊 他怎么讲呢 他就讲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还可以吧 听得懂啊 他说呢 There is one good thing and the one bad thing I will tell you the first one the God is 存在的 Ladies is a good thing 啊 美国人很相信上帝啊 Ladies is a good thing the next one the world will be 毁灭了 Ladies is a bad thing 讲几句英文给你听啊 不然你们都没有人知道 我也会讲英文哦 我不只会讲哦 我还可以给你们翻例啊 他讲啊 他说两件事情跟你们报告 一个是好消息 一个就是坏消息 好消息呢 就是呢 上帝是存在的 大家都知道 美国人啊 几乎通通都是相信上帝的 常常会拿着十字架 有时候会到我们雷藏市来 我不知道他们干什么 反正他们就 全部都相信上帝的 所以呢 这是好消息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说了 这个世界啊 将要毁灭了 再来第三国总统哦 第三国是哪一个总统呢 是 有巴西同盟在这里 是巴西的总统 第三个就是巴西的总统 他回到了巴西以后呢 他很开心哦 他非常之开心 他就呢 跟他的老百姓讲 他说啊 我有两件好消息啊 赶快回来要告诉你们啊 第一件呢 第一件事哦 就是呢 上帝是存在的 巴西人呢 也是非常的相信上帝 所以呢 第一件事 上帝是存在的 那他还报告第二件事哦 他更开心 他说啊 第二件事 就是呢 在二十四个小时之内啊 这个世界啊 就要毁灭了 所以啊 从明天开始 我国所有的外债问题 我们欠美国的钱 我们欠这个世界货币基金总会的钱 我们通通可以不用还啊 我们外债的烦恼 他就跟他讲 我们外债的烦恼啊 还有我们这个货币的问题啊 这个我们这个金融的危机啊 我们在二十四个小时之内啊 我们通通得到解决了 哦 很开心哦 所以我很开心的回来呢 跟大家讲这两个好消息 我听完了这个故事以后呢 我感到很开心 我不知道听谁讲的 我曾经 哦 好像是义勇 义勇这个助教哦 好像以前是听这个莲花义勇助教讲的 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 我感到很开心 我觉得呢 我在我自己的心中啊 我也对自己会心的一笑 同样的两件事 同样的两件事 有的人呢 觉得是好事 有的人啊 觉得却是坏事 这个世界上的事啊 其实啊 就像布袋系讲的 如初如初 这般这般啊 就是如此这般啊 同样一件事 有的人可以哭 有的人呢 却可以笑 有的人呢 觉得是一种烦恼 可是啊 有智慧的人 他去体会他 用他的智慧去体会他 就是一种菩提 所以呢 这完全完全呢 要靠我们自己的智慧 看我们自己的智慧 自己去选择了 去年 去年呢 刚刚我看功德会 我们的这个功德会的这个 台湾功德会的会长 田师兄又在这个报告 台湾921大地震功德会 怎么样去帮助 重建这个 受难家属的这些 怎么去帮助他们 去年921 台湾百年大地震 我跟连登 还有常人 我们三位上司呢 刚好 我们也在台湾红法 是应这个中观堂 台北中观堂的连乐法师 跟同门他们的邀请 刚好 我们在那里红法 事后啊 这个地震过后啊 就有同门啊 他就来问我 他怎么问我呢 他说啊 连庙上司啊 你是金刚上司啊 地震的当时啊 听说你人是在13楼哦 这个13楼听说在这个建筑学啊 我们卢师兄跟我讲啊 卢师兄他讲说这个建筑学来讲 这个十几楼摇晃是最厉害的哦 你人在13楼 那个时候啊 你怕不怕 哦这样子问我呢 我怎么跟他回答 我就跟他讲 我说啊 如果呢 我跟你讲 我一点都不怕 因为你都称呼我金刚上司了嘛 我怎么假装 我都要假装一副很勇敢的样子嘛 怎么可以跟你讲说我很害怕 告诉你啊 那是骗你的 地震真是可怕 啊 地震真是可怕 但是 但是 但是地震来的时候呢 怕也没有用 因为呢 我没有办法去阻止他 所以呢 我只有去接受他 这是我对这个师姐的回答 以前啊 以前有一位禅师 这个禅师呢 叫做梁宽禅师 这个禅师啊 他在七十一岁的时候啊 就在七十一岁那年 他跟我们一样 他遇到了大地震 很大很大的地震 那朋友呢 都很关心他嘛 朋友都非常的关心他 就派人呢 去探望他 那这个梁宽禅师啊 他对朋友的这种盛情啊 他很感动 他也写了一封的回函 给他的朋友 我觉得呢 他写得非常之好 内容是这样子的 我念给你们听哈 他说啊 地震真是可怕 我的草安安然无恙 如之家人 亦幸而平安 在此生贺 如果 我不如此的偿命 想必不会有如此的际遇 然 灾难欲来 无法阻挡 死亡之日呢 亦无从选择 此乃逃离灾难之妙法 很简单的一封信 这个内容呢 他是这样讲 他说呢 地震真的是很可怕 很可怕 我的草安 因为以前呢 住的是草安 茅草盖的房子 叫草安 他的草安呢 还是很平安 没有事的 你的家人呢 也知道你的家人呢 每个人都很平安 在此呢 替大家恭喜 在此生贺 他说啊 如果 我不是这么的偿命 想必呢 我就不会遭到 今天的这个 这个际遇了 这个际遇就遭遇不到了 但是啊 灾难要来的时候 谁都没有办法去阻挡他 死亡的日子呢 也没有办法 你去选择 你哪一天要死 没有办法选择 这个就是 逃离灾难的妙法 他就这样讲 信的内容 很简单 我觉得呢 还可以用 简单的十个字 就是十个字 来形容他 这十个字是什么呢 就是 生死透脱生 死死透脱死 这个生死透脱生 死死透脱死 也就是说 人啊 活着的时候 就要很认真的活着 死的时候呢 就要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去接受死 刚刚我在排班啊 早上我在排班的时候 还有刚刚排班的时候 就在早上 应该在早上 就有上司啊 我要上法座之前 就有上司呢 很关心我 他就跟我讲 他说啊 今天呢 是你出风头 出风头的好日子哦 看你表演啊 他跟我讲这句话呢 我只是笑一笑 我并没有回答他 我心里呢 我告诉自己 凡事啊 都要尽力 但呢 我只求呢 自然的心 去面对就好 所以 所以呢 当我得到 师尊赐给我 马头明王 金刚不共法 的灌顶 跟开施之后呢 当天的晚上 当天的晚上 我就在我自己家里的 谈诚面前 我祈求 谈诚诸佛菩萨 我祈求 马头明王 加持我 同时呢 我自己也发了一个 小小的愿 这个愿呢 就是说 我在三月十一日 也就是今天 在三月十一日 代施传法之前呢 我要持满一百万遍的 马头明王 金刚咒 我还要呢 攻化 马头明王的金身 还有呢 观世音菩萨的金身 他的法相 他的咒轮 他的种子字 还有他的咒字 在此呢 跟大家报告 我一一也都做到了 观世音菩萨的法相呢 因为呢 我曾经画过 我曾经画过 所以呢 比较不难 很快我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啊 马头明王 他的法相啊 就好像是 汤卡一样 我从来没有画过 而且呢 我学画的画灵啊 非常之短 这个幼稚园的啊 可能幼稚园都没有资格的啊 才学一年多一点而已 而且呢 我也没有这个 素描画画 有时候要素描 我也没有素描的基础 所以呢 对我来讲呢 难度啊 可以说相当之高 但是呢 我有一颗 很虔诚的心 还有一颗呢 很有毅力的心 我就这样子 连续画 我画了两个礼拜 但是啊 这两个礼拜当中啊 我的稿子啊 我不知道换了多少张 我都没有办法打好 我的底稿 两个礼拜都没有办法 稿子一张画 不行丢掉 一张画又丢掉 就在我最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还有最后一招 这一招呢 就是我修法 我求码头冥王加持我 所以呢 啊 我们有一句话讲啊 有一句话讲 人有诚心 佛必感应 码头冥王啊 真的 他非常非常的慈悲 他就现身加持了我 在修法当中 他现身加持了我 冥王啊 在出现的时候 非常之威猛 你那种感觉啊 我只能用六大震动 那种感觉来形容 很威猛 他啊 我就看着他 他脚踩着大地 他的头呢 就顶着天 一个头 两个手臂 身体呢 全身都是红色的 这个头上啊 有一尊马手 就是一尊马头 马头的上面呢 端坐的 慈悲的观世音菩萨 他的眉毛啊 我看他的眉毛啊 像火一样 就像火焰一般 这么的雄烈 眉毛像火一般 三个眼睛 非常非常的大 还有很特别 两颗很大很大的 鸟雅啊 就露在外面的 身上啊 还挂满着人头 人头上都是血 身上挂满着人头 都是血 他身体呢 我看他的领巾啊 还披着 人皮啊 橡皮 还有呢 虎皮 这个领巾啊 我们的 童子军啊 参加童子军的小孩子啊 都打那个 哇很可爱的这个领巾嘛 童子军的这个领巾 马脱明巾也是打了一个领巾很漂亮 可是你给他看啊 原来是手跟脚 这个领巾啊 是手跟脚 就是这样子打结在那里 我得到呢 这个加持之后呢 我很感动很感动 我感动到呢 我当时我就痛哭流涕了 事后 我就到我的画室 当我手中啊 拿起这个画笔 不可思议啊 所以我早上讲的那个记啊 不可思议 我的手不曾停止过 一点都不需要修改 就一路一直画 从白天画到夜晚 完全没有停止过 我画到半夜两点钟 那个时候我眼睛实在是太疲倦了 我就上床稍微就躺了一下 四点钟 就是休息了两个小时 我自动的又起身了 就是这样子 两天不到的时间 一张大的汤卡 终于让我完成了 那个时候呢 我很感动 我双手 我合掌 我感谢 我顶礼他 那个时候呢 我很开心嘛 我就呢 连灯上司在楼下 我就喊他 我说连灯上司 你上来一下 他就上来了 他上来啊 我就听到啊 他这样子 哇 他哇一声啊 他更夸张啊 他马上五体投地做大礼拜 我就五体投地的做大礼拜哦 那第二天 因为我很开心 我就把这个话呢 我拿到 拿到呢 秘院 请师尊呢 帮我指导 帮我指证 有哪个地方不好的 我们都知道 一位成就者啊 他一举手啊 一投足啊 都是佛法 更何况呢 师尊啊 他的话呢 他的话呢 是出神入化 师尊啊 这个话当中啊 残疾无限啊 有很多很多的乏味 很多很多的残疾在里面 我都呢 想好好地偷偷地学 我都学不到 所以呢 我也很希望 得到师尊的指导 让我呢 哪一天 我也能够呢 有一样的成就 那师尊非常非常的慈悲 他也加持了 这张摊卡 也对我鼓励 他说 嗯 画得不错 以往呢 因为以往的传法 都是两天 今年只有一天 因为我们还有更殊胜的 有佛诞 释迦牟尼佛诞 还有呢 庆祝这个师尊的 出家纪念日 所以呢 今年比较特别 只有一天 那我就把它呢 一一的 一一的呢 做成了卷轴 我把它做成了卷轴 方便呢 我在讲解 我在开示的时候 让大家呢 能够加深大家的印象 法师已经把它挂出来了 这就是我画的汤卡 种子字跟咒字 密教啊 密教有所谓的三轮身 有三轮身的这种说法 第一个就是自信轮身 这个自信轮身指的是什么 就是佛陀 自信轮身 第二个 就是正法轮身 正法轮身呢 指的就是菩萨 第三个就叫做教令轮身 这个教令轮身啊 指的就是明王 就是金刚明王 所以啊 码头明王呢 他是连华部主 阿弥陀佛的教令轮身 也就是他的变化身啊 或者呢 是由大悲观世音菩萨呢 所化现的 他的形象啊 有很多种 有三头六倍的 有三头四倍 或者是一面二倍 颜色呢 有时候是红色的 有时候呢 是黑蓝色的 因为是明王 我公会的这一张 这个汤卡呢 是一头二倍 码头明王呢 全身都是红色的 码头明王 全身呢 都是红色的 三个眼睛很大 他的獠牙外露 他的头发呢 都是 这个红黄色的是上述的 是往上的 往上冲的 头上呢 还有这个码头 你们看他的头上呢 还有一尊码头 右手持着骷髅宝藏 左手呢 就拿着这个钩绳 钩绳 头上呢 带着五骷髅关 他的像啊 像颈啊 这个挂着 五十个人手曼 身体呢 披着人皮 橡皮呢 还有以这个虎的 虎的皮为裙 以虎皮为裙 你再看他的颈部 是以蛇 以蛇为做装饰 是两条蛇 作为他的装饰 他的双脚啊 是右曲于左伸 你看他的脚 是右脚是曲的 左脚是伸直的 踩着呢 你看他的两只脚 踩着就是男女二魔 然后呢 以莲花的日轮为座 威力在 枝热剥叶的火焰当中 全身 威力在这个 枝热剥叶的火焰当中 这一尊呢 这一尊呢 在法际上 有一个或三个 这个码头的 就是码手啊 这个是代表什么 这个就是啊 观世音菩萨 他为了胆识一切 众生的无名业障 然后呢 要吹破所有的恐惧 所现的一个形象 码头明王啊 他跋涉这个生死大海 跋涉这个生死大海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是饥饿的马 饥饿的马就是 肚子很饿的马啦 就好像是肚子很饿的马 他在吃水草 马是吃草的 他在吃水草的时候呢 他没有他念 没有他念 所以呢 马手为头饰 以马头为他的头饰 又叫做呢 担食金刚 这个担食呢 这是一个口 在一个勇敢的感 以前啊 我不懂得念 我还念的 担食金刚啊 有边读边 没有边就念中间啊 我就念的 担食金刚 是错的 是担食金刚 这个担食的意义呢 就是呢 我刚刚讲 好像啊 好像饥饿的马 饥饿的马 他在吃草 他是一心 一心就是一个心啦 这个一心呢 就代表什么 代表他是专注 专注在大悲的念头里面 他很有意义的哦 他这个一心 代表他是专注在这个大悲的念头里面 所以呢 他能够吹破一切的魔障 以呢 这个大愤怒的形象啊 成为这个大威日轮 你看他这个大威日轮 他为的是什么 这个大威的这个日轮啊 他为的就是 要为修行者照片 毁暗的无边世界 数数呢 帮助修行人 成就息地 有他的 有他的这个意义的 那马头明王 有二倍之尊 有四倍之尊 有两只手背的 也有四只手背的 今天呢 我是以这个二倍之尊 他呢 就是连华步的愤怒明王 是连华步的愤怒明王 他代表什么 他代表大悲色寿门中的 大智折服门 他降服众生啊 他在降服众生的时候呢 就好像什么 好像爸爸 好像爸爸呢 在折骂孩子一样 最近呢 就在最近 有一个师姐 手上就牵着他的孩子啊 来找我 他说啊 上师啊 听了 你的开示之后啊 我呢 也为我的孩子啊 皈依了 但是啊 他皈依之后呢 还是一样的顽皮捣蛋啊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处罚他 那我就访问他 我说呢 孩子不乖 你处罚他 为什么不可以啊 我就这样问他 他说啊 上师你不知道啊 因为啊 他现在身份不一样啦 他归跟我同样一个师父啊 就是啊 我的师弟啊 中委会啊 他就这样讲啊 中委会不知道有没有新的规定啊 可不可以打师弟啊 这个师姐真的有够可爱 这个问题他都想得出来 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 我说啊 佛啊 佛啊 他在教化众生的时候 有时候呢 他是现很柔软 很柔和的 忍入的菩萨的像 但是啊 你碰到那些顽强的众生啊 你说法教化 你根本行不通的 你就要用什么呢 你就要用智慧的方便法 所以呢 我就跟他讲 菩萨呢 他也会陷 威门的 威门之像 就好像马头明王 其实啊 他就是最慈悲的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他的愤怒变化身 你们没有帮我鼓掌一下 我喝一口水 谢谢 感谢大家的慈悲 所以啊 孩子在不听话的时候啊 我就跟他讲 孩子在不听话的时候啊 你们家的小师弟啊 你为了要引导他 走向正确的道路 有时候呢 你要现很慈悲 很慈悲的像 但是你在行不通的时候哦 我就跟他讲 你在这个啊 你对他软的 慈悲行不通的时候 有时候啊 你也要现 这个冥王的威门像 所以啊 你家的师弟啊 当他做错的时候啊 你也可以处罚他 就好像呢 你在处罚他的时候呢 其实啊 就好像冥王啊 在教导众生 其实啊 都是一种最慈悲 最慈悲的教导 最后呢 他听明白了 我还教他 我说啊 我们常常听师尊开示 儿孙自有儿孙福 子女啊 子女 其实也是因缘而来 也是因缘而来 孩子呢 其实有孩子自己的因缘 不要啊 我看有些啊 有些老菩萨们啊 你不要老是一百岁的老妈妈 你永远在烦恼 八十岁的老儿子啊 哎呀 今天啊 雷杖是要排队啊 这么多人去排队图书馆吃饭啊 不知道有没有位置 有没有拿到饭吃啊 肚子不知道饿不饿啊 刚刚还下雨啊 不知道会不会多穿一件衣服啊 我跟他讲 要明白啊 要明白 你的孩子呢 其实也不属于你的 因为呢 他们拥有自己的生命 跟自己的生活 他们是借着你 来到这个世界 也没有错 虽然呢 也跟你一样的 住在一个屋檐底下 但是啊 并不属于你 并不属于你 你可以啊 我跟他讲 你可以给他爱 你可以给他爱 但是呢 你却无法给他们思想 因为呢 他们有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呢 也在帮助他 怎么样呢 能够超越 解脱 那码头冥王呢 他就是联华部的愤怒冥王 他代表我刚刚讲 代表大悲射受门中的大智折服门 他在降服众生就好像呢 父母亲 他在教导子女一般 啊 这么的慈悲 记得呢 记得 我小学一年级啊 我还记得脸猪瓜 现在我女儿都大学了 我还记得我小学一年级的事情 可见这个生命真的是太无常了 我记得小时 小时候一年级的时候呢 有一个课本 有一课是这样子 马站着吃草 人坐着吃饭 就画两匹马 就站着在那里吃草 人就坐在那里吃饭 这个呢 好像饥饿的马 刚刚我说马头冥王 好像呢 饥饿 饥饿就是肚子饿啦 好像饥饿的马 他在吃草的时候呢 他是一心的 一心 就是专一啦 这个呢 就是专注在大悲的念头上 他专注在大悲的念头上 因为只要能够呢 专注在这个大悲的念头上 就能够吹破 一切的魔障 所以马头冥王啊 你看他有三个眼睛 你看他有三个眼睛 两个眼睛中间还一个 这代表什么 这三个眼睛啊 他代表三部的字眼 代表三部的字眼 这三部是什么 就是佛部 莲华部跟金刚部 三部就是佛部 莲华部跟金刚部 那你们再看 马头冥王啊 口边的两颗这个大牙 大大的这个疗牙 代表什么 这个呢 代表啊 剥叶跟方便 剥叶也就是智慧啦 这两颗牙呢 代表剥叶跟方便之二牙 我们都知道 成佛的两只字绑 成佛需要两只翅膀 一支是什么 剥叶 一支呢 剥叶我刚刚讲 剥叶就是智慧 一支就是方便 方便呢 就是呢 包括了这个 不失忍入 慈戒 精进 跟禅定 以前呢 刚播八祖师讲 成佛的两只翅膀 智慧跟方便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成佛的两只翅膀 智慧跟禅定 其实呢 这禅定也包括在方便里面 智慧呢 代表什么 代表 能够认入的 这个眼睛 智慧代表 能够认入的眼睛 方便呢 就代表 能够走路啊 有眼睛也不行 还要 还要脚啊 能够走路的这个双脚 所以啊 二者缺一不可 所以啊 修行人啊 想要达到啊 这个无助涅槃程序 也就是呢 彼岸啊 就是解脱的这种境界 就必须呢 同时 我们同时每个人 都要具足呢 智慧眼 和能行足 每个人都要具足这两样 那众生 为什么没有办法达到彼岸 曾经在印度跟尼泊尔 我们跟随师尊师母 参观过很多的这个西藏的寺庙 在这个寺庙里面啊 西藏的寺庙里面呢 我注意看 都挂有这个十二因缘图 十二因缘图 十二因缘的第一个因缘是什么 就是无名 它里面呢 这个图里面呢 它就画了一个这个 瞎了眼睛的老人家 瞎了眼睛的老公公 拿着一只拐杖 就这样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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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在走路 代表什么 这就代表无名 因为呢 它是瞎眼 又没有智慧的眼睛 所以呢 它怎么走 它都没有办法呢 走到正确的道路上去 众生的无名叫做什么 叫做无死无名 也就是说呢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它已经开始了 那它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它什么时候会结束 既然是无死无名啊 就是无中无名 也就是呢 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不用紧张啊 我告诉你们 除非 除非它是跟我们一样 走在呢 正确的道路上 就是这个菩提大道 这个真佛大道上 记得小时候呢 我也很喜欢 除了喜欢看天空啊 我还喜欢呢 看卡通影片 那以前呢 以前小时候啊 电视还不普及啊 有电视的人啊 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没有电视机 那我记得小时候啊 这个有电视机的人呢 他们就很喜欢呢 把他们的电视啊 就搬到这个 外面来 搬到外面来 那有节目的时候呢 我们一群小孩子呢 就会拿着这个 木的凳的矮凳子啊 就去那里啊 就是好像电影院一样啊 就在那里看 看这个电视 那我很喜欢呢 很喜欢看卡通影片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喜欢看那个大力水手 Popeye 大力水手Popeye 好像现在偶尔还是会有 偶尔会演啊 Popeye他有个女朋友 叫做什么 你们知道吗 叫奥利威 很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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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手跟脚啊 常常都可以打结的 都可以打结的 很瘦 那这个剧中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哦 这个人物是谁啊 就是一个胖胖的大黑胡子 大黑胡子 这个也是重要的人物 那这个大黑胡子啊 每次啊 他看到Popeye的女朋友啊 哇 他这个眼睛啊 这个眼球啊 眼珠子就这样 咚一声 就这样子弹出来呢 惊为天人 哦好像看到仙女下凡一样啊 每次啊 这样的眼睛弹出来 他头脑就在动他的歪脑筋了 哦就开始在动他的歪脑筋 但是啊 结局啊 总是啊 当这个Popeye啊 吃了这个大力菠菜 吃了这个大力菠菜 然后音乐就是放什么了 音乐就放音乐了 音乐就会出现 The Popeye的Celleman Boo Boo The Popeye的Celleman Boo Boo 音乐啊 就开始放这个音乐 每次大力随手 喜欢咬着一只这个烟斗啊 他喜欢咬着一只烟斗 哇那个烟斗的烟啊 都会转得很漂亮哦 然后音乐在放的时候呢 他这个手臂啊 一举起来 哦好像一个大山丘一样哦 这个肌肉啊很大块 然后里面肌肉里面呢 都有这个机器啊在运转 然后他这个手啊 就这样挥两下 把这个大胡子一拳打过去啊 这个大胡子啊 总是这个粘在墙壁里面 不然就是这个挂在树上啊 每次的结局都是这样子 啊每次就是在大黑胡子 惨招痛打一顿之后呢 然后电视上就有两个英文字就出现了 啊 T H E E N D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 现在我知道了 啊结束了 要搬你一次回家了 我每天啊 看这些卡通 影片每集情节都不一样 但是呢结果都是一样 其实啊 其实啊 众生的轮回也是一样 没事 每个人啊情节不一样 但是呢 没事都在那里生老病死 迷乱跟痛苦 没事啊 都在那里逃老婆生孩子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众生的大无名 虽然呢 在生死海中 啊就在那里轮回 却没有办法学习到解脱的方法 但是哦 啊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就不一样了 今天呢 每一位都很有 波叶波罗蜜 啊很有智慧 所以呢 才懂得在要坐在这里 应该给我们自己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吧 马头明王 马头明王 刚刚我讲 他又叫做 弹石金刚 他除了这个弹石金刚的这个称号呢 还有一个称号哦 还有一个称号叫做迅速金刚 为什么 因为马跑得很快 哇千里马 马是跑得非常之快速 好千里马 我们从汤卡中呢 可以很容易的看出 他身上你看他挂满着 人皮虎皮跟橡皮代表什么 代表了他可以迅速的胆识掉一切的贪嗔吃 因为啊 人啊就代表贪 虎呢 老虎啊代表称 象呢 我们讲大笨象 象就代表着吃 是破山毒 贪嗔之 贪嗔吃 知无名 所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修行人 只要修持 马头明王 金刚不共法 可以呢 第一个 降伏除病 可以降伏除病 可以灭罪 可以降伏罗撒 鬼神 还有呢 天龙八部 还有刚刚我讲的 可以降伏无名 还有瘟疫 瘟疫 还有一切的恶重 我们在马头 仪鬼经中啊 也看过 他说啊 如果意念此愤怒王 会使一切 坐障难者 都消除掉 不敢亲近你 都不敢亲近你哦 想要害你的人啊 你只要 意念这个愤怒王 修他的法 他连亲近你 他都不敢亲近你 会远离修行人的住处 这是很重要的哦 会远离修行人住的地方啊 四十里之外 在这个四十里之内啊 不会有魔士跟鬼神 不止这样子哦 而且啊 这个诸大菩萨 所有的大菩萨 都会跟修行人呢 一起住在一起 同住 跟他住在一起 夜夜饱佛眠 真好 所以修持马头明王 金刚不共法呢 除了我刚刚所讲的 降伏罗撒 鬼神天龙八部 无名瘟疫 还有这个病 还有这个恶重 还有哦 还有你们注意听啊 耳朵要拉长一点啊 大家都喜欢的 还有一个敬爱法 这个敬爱法呢 做法非常之简单 非常之简单 比如说 有一个男的 他想要追求一个女的 对他很喜欢 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们 修法 修马头明王 金刚 这个敬爱法 那修法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要取 苏摩罗花 这个苏摩罗花呢 他特别写 要漂亮的美花 美花还很重点哦 要漂亮的美花 我就想了很久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所有的花都很漂亮 每个花不同的姿态 都很漂亮 为什么他还要讲 漂亮的美花 难道有花不漂亮吗 我想了很久 终于让我想到了 原来有两种花 你们不要选 台湾人一听就知道了 有两种花 一种是银鸭灰 一种是大红灰 台湾人讲 银鸭灰不知道 大红灰不知道 这个银鸭灰是什么灰 我就不知道 国语我不会讲了 一直就说呢 这个银鸭灰这种灰啊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丑的 大红花了 很大很大的红花了 丑他都自己都不知道的 所以这两种花 你们不要选 今天早上有这个结婚嘛 给师尊扶赠 曾经啊 曾经啊 我在红花的过程当中呢 也有啊 也有一对 一对同盟 他们呢 就要求我为他们做扶赠 他们穿的跟今天不一样哦 今天都是很精进的 都穿着这个法衣啊 他们不一样 他们难得穿着西装打领带哦 女的啊 披着蚊帐 披着白色的蚊帐 很隆重哦 我就站在我的面前 那一般的牧师啊 一般的牧师啊 他都会在证婚的时候 就会问男的 他就会问男的 会问他说呢 你愿意娶阿花为妻吗 那男的就要说 我愿意 你不能讲不愿意哦 不愿意你就完蛋了 那他就问女的 他说呢 你愿意嫁阿狗为夫吗 那女生会比较害羞吗 也要小时候讲说 我愿意 OK 其实啊 我告诉你们 这些都是废话 都是废话 人都站在你的面前了 都已经穿西装 披纹帐了 你说他有不愿意的吗 不可能嘛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 我们不要讲这些废话 我就跟他们讲 你们呢 一起唱一条歌给我听吧 给大家听吧 那他们就很害羞啊 说上次唱什么歌啊 我说这条大家都会的 都会的 彩虹脸 儿歌我们每个人都会唱啊 彩虹脸 你就唱这条歌给我们听吧 就是为你们扶正啦 那两个人都很害羞哦 不好意思 两个人都很害羞 男的就说 上司啊 饶了我们嘛 我就这样子 我就跟他讲 那干脆啊 我唱给你们听好了啦 我教你们啦 我就唱给他们听 我就教他们呢 我就这样唱啊 我就唱给他们听 我就唱说呢 我们俩划着窗儿 彩虹脸 呀彩虹脸 得雅的郎有情 得雅的名有义 哦 这个就是沙板的 这个就是沙板的 指挥家这个是沙板的 两句够了 两句够了 这两句是重点 为什么叫他们去彩虹脸呢 这样子彩虹脸啊 就会呢 得过来得过去 会郎有情 媚有义 所以啊 你们啊 要修这个敬爱法呢 你们就选这个红色的莲花 红色的莲花 因为红莲花呢 莲花代表什么 出乎你而不懒 莲花呢 最清净 最高雅 也最温柔 最柔软 所以啊 我就跟他们讲啊 你们呢 以后 你们两个要吵架 就唱彩虹脸吧 所以呢 这个 我刚刚讲到 要修法 有个重点 就是你要选红色的莲花 我的建议啦 当然不一定要听我的啦 反正很多花都漂亮嘛 你可以选红色的莲花 因为啊 你用红色的莲花来供养马头明王 就会啊 这样子得过来得过去啦 就会狼有情 妹有义 当然呢 你们也可以选啊 说上师啊 我喜欢兰花 可以哦 兰花也很漂亮 我也很喜欢兰花 红色的兰花 也是很高雅 也可以 我觉得还有一种花不错 玫瑰 红玫瑰 玫瑰呢 非常之热情 但是啊 你们小心多次 自己要小心多次 还有还有 我给你们推荐啊 还有一种花不错 香水百合 这个红色的这个百合花 俗称叫做喇叭花 因为它形状像喇叭一样 不知道会不会像喇叭一样 噪音我就不知道啦 反正 反正 随你们个人的喜好就好 只要选红色 记得是红色 不要搞错颜色 要选红色漂亮的花 然后呢 你就在马头明王面前啊 你就修法 你就持咒 你就持咒 你持21遍 你只要持21遍的 马头明王金刚咒 咒语在这里 这就是马头明王的咒 你就持咒 你只要持21遍 然后呢 你有供养这个花吗 你就将一朵花拿起来 你就放在马头明王 它金身 它这个金身啊 脚的前面 不只放在脚的前面呢 你还要观想 观想什么呢 明王用脚踩着这朵花 为什么要踩着 才不会让它溜掉啊 才不会让它溜掉 让它跑掉 观想明王用脚踩着这朵花 然后呢 你右手 把这个花拿起来 右手拿花 随后啊 我告诉你们 随后啊 你所爱的人啊 很快就会跟着你来 反之啊 又另外一种说法咒 刚刚是男的追女的吗 那有人问我 如果是女的求男的怎么办 时代不一样了 时代不一样了 像我们这一代 这个中古时代的女性啊 我们这算中古的啊 中古时代了 大部分呢 都是比较含蓄一点 往往呢 以我们的年代啊 我们年代以上 都是怎么样呢 这个爱在心里 口难开 都是啊 等男的来追 不管你漂亮 你丑 都是一定要等男的来追的 台湾人说 腰鬼鸡水鸡 腰鬼鸡水鸡 因为这个复古时代的女性啊 你如果是一个很开朗的个性 哇 你公开倒追男生啊 你会被笑的哦 你会被笑什么 大面神哦 被笑大面神啊 这国语怎么讲 大面神好像不是什么意思啊 台湾话才听得懂啊 会哄笑 脸皮厚 大面神就是脸皮厚 但是呢 现在不一样了哦 现在21世纪 女性抬头了啊 女权至上 Ladies first 新时代的女性呢 不是男女平等哦 是女男平等 我看现在很多啊 都是女的在追男的 哦 很多啊 都是女的在追男的 比较多 所以啊 你遇到了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怎么办 我跟你们讲 修马头名王 敬爱法 修法仪鬼都是一样的哦 刚刚我应该讲得很清楚哦 只有 你们要听清楚哦 只有拿花的手 刚刚是拿右手吗 对不对 现在拿花的手 你要换成是左手 因为男左女右 你千万不要搞错左右手哦 否则变成爱上这个同志啊 不关我事哦 不关我的事 记清楚啊 男的求女的 花是拿在右手 女的求男的 花是拿在左手 再来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啊 你明明看他啊 两个是很登对的一对 但是他们彼此没有什么心 啊 真的 皇帝不及 即使太监啊 明明就是最好的一对 就是他们啊 这两个没有什么心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啊 你可以拿这个水果啊 手上拿着 我字就是水果 手上拿着水果念中 念二十一遍的 念二十一遍的 马头冥王金刚咒 然后呢 炼王咒了这个果子 手上拿着这个咒 你炼完了 你这个水果怎么办呢 送给他们两个人吃 啊 你就偷偷的送给他们两个人吃 吃了之后呢 这两个人啊 心就会开始迷乱哦 哦 变成互相的爱恋对方 不会再想别人哦 哦 这一招厉害 这一招厉害 本来是没有什么特别印象的 也不怎么来电的 两个人吃了这个 拿了这个 呃 吃了这个哦 念二十一遍 马头冥王做的这个水果之后 心就会变成那里 妈咒妈咒哦 心就会妈咒妈咒 彼此越看越顺眼 越看了越喜欢 眼中只有你和我 没有第三个人的 其他都是垃圾了 啊 讲到这里啊 有人紧张咯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紧张了 啊 要问我了 上司啊 赶快告诉我们 要拿什么水果来供养 广东话啊 水灯啦 啊 广东话就是随便啦 如果呢 我跟你们讲 如果你们喜欢那种香香甜甜的口味啊 富士苹果不错 啊 富士苹果又香又甜 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乌尿 美国苹果也不错 你如果喜欢那种甜中带酸的 葡萄可以 我觉得葡萄可以 又甜又酸 但是啊 有的人喜欢啊 他说上司啊 其实我比较喜欢那种酸溜溜的滋味怎么办 没有问题 你选百香果 你喜欢更酸的都有 你选柠檬都可以 啊都是水果 反正啊 这个依个人的喜好啊 那修行人呢 你要修持马头明王金刚不共法 还有一个重点哦 不是叫你这样念作就好了哦 你还要供奉马头明王的金身 供奉他的法相 这个法呢 非常非常之简单 我这么跟你们解释啊 每个人都明白 很简单 一修一懂 这也是呢 明王他的慈悲啊 因为呢 他为了方便满足众生的愿望 所以我在想啊 等一下灌顶完回家以后呢 每个人都会很认真的修法 有恋爱对象的不用讲了啦 肯定会修法的啦 这个我在想那些没有恋爱对象的那些婆婆妈妈们啦 搞不好也会很认真的修法哦 到底为谁修法为谁忙啊 我在想可能为他们心目中 理想未来的女婿 未来的媳妇修法啊 那最后 我很简单的 跟大家讲这个整个仪轨 修法仪轨 其实啊 修法的仪轨呢 前行后行 几乎都是一样的 前行 大礼拜 大公养 四归一 四五亮星 披甲护身 都是一样的 那你呢 就翁阿红 前程的翁阿红三称之后呢 你一心的 你就招请 招请呢 它的种子字 种子字就是这个set字 中间 奏轮当中的那个字 就是种子字 那是set字 你一心的呢 就招请种子字 set字 然后呢 你就念 齐寝文 齐寝文是这样子的 一夜圣尊 码头自在网 红黑 身色 雄猛 大威光 眼光 慈悲 是大众身相 细荣 大悲 平等 固有情 出力牙 咬断 生死路 生马手 法力 无可匹敌 以马师生 设三界 自在 大手印 微服 朱摩氏 莲花手 教令 出轮回 妙庄严 画献 马王尊 礼战 白马 大自在 尊前 行者一念 大加齐寝 你就念这个齐寝文 念完了之后呢 就 也是诚心的念 高王经 念一遍 完了之后呢 我要告诉大家 马头名王的手印 刚刚跟大家讲 咒语 他的手印呢 是这样子的 大拇指 跟食指 是这样子圈住的 右手 后面的三指 是树立的 左手呢 其他的三指 是合起来的 就是这样子 两手 两手呢 就是这样子 靠拢在一起 这就是马头名王 他的这个 根本手印 就是这样子 这一边呢 看就是这样子了 就是这样子 这个右手 正面看就是这样子 这是马头名王的咒 那你呢 念完高王经 一遍之后呢 你手就要结 这个马头名王的 这个手印 你就要观想 观想呢 你要先观空 观空呢 再由这个空中啊 就献出这个 种子字 就是这个摄字 这个摄字 其实呢 它就是跟 观世音菩萨 跟阿弥陀佛 因为同样的渊源 同样都是摄字 你就观想这个摄字呢 在一朵 红色的 红色的大莲花上 所以刚刚我讲说 建议你们第一个选择 红色的大 红色的莲花最好 好 这个摄字呢 这个 就是在这个 红色的大莲花上面 然后呢 再变化 马头名王 形象就像 我刚刚所描述的一样 就是这个形象 然后你要再观想 你如果 有所求 你要成就一切的事情 你这个说 这是一个重点哦 你要观想 这个红色的莲花 你就要观想 观想这朵红色的莲花 它放出红色的光 来触它 然后呢 一切就可以成就 非常之简单 这是威力啊 不可思议 你只要观想 这朵红色的莲花 放光 当然是放红色的光啊 这个放红光来触它 红色的莲花 放光来触它 一切就可以成就 这个红色的莲花光呢 它是可以设具一切的 是可以设具所有的一切的 所以你在观想完毕之后呢 你就很诚心的 你就持咒 持这个马头名王咒 108遍 1080遍都可以 那这个咒呢 以前呢 也有一个长咒 这个长咒是这样子的 这是长咒 那师尊 这次传给我的 传法给我的 就是这个短咒 师尊慈悲 传这个短咒 传说这个短咒 所以当然你们喜欢长咒的 也可以 你们可以自己选择 那你持完了这个马头名王的咒呢 持完之后呢 你就要入山摩地 入山摩地 入山摩地呢 其实口诀都是一样的 你一念不生 一切无有身相 很多师尊开始过很多 很多入山摩地的口诀 只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呢 你在入山摩地的时候呢 你的手 你要结马头名王的这个手印 手要结这个马头名王的手印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你是处在马头名王 你是处在这个马头名王 自在金刚三摩地 这是马头名王的手印 那 你这个出镇以后呢 出镇了 你就一样的 这个后行是一样的 你要加持 加持这个八大本尊心咒 还有了 再来就是回向 念佛啊 这些都是一样的 再来就是回向 回向呢 你可以依照你个人的愿力去回向 或者呢 你可以这样子的回向 大力持名王 宝马脚力身 折服一切磨 无名便连登 愿护持一切众生 愿所求皆如愿 愿无名全吹破 当然就是说 跟我们平常的这个回向文 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果 上报赐总恩 下祭三土苦 见佛了生死 如佛度一切 都是可以的 依照行者自己的愿力 你可以去做这个回向 回向完了之后呢 就是大礼拜了 这是一定的 大礼拜 大礼拜完了之后呢 你就念圆满咒 圆满咒你就念三称 恩不令恩不令恩不令 恩马里伯明后 再来呢 就是 加持百之名咒三变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马头明王的修法仪轨 观世音菩萨呢 他一向 我刚刚一直重复的 他都是最大慈大悲的形象 只有这个马头明王啊 是观世音菩萨呢 他的愤怒变化身 所以啊 他有这个火焰很威猛 他的指甲很长 他的双牙外露 马手长脸 还有做这个急怒猴壮 这个马头明王呢 也是称为这个连滑布的 愤怒 愤怒持明王 讲到这里 可以说是 跟大家报告完了 最后 非常感谢 根本上师的慈悲加持 感谢历代传承主师 的加持 感谢 感谢 马头明王 精当尊者的加持 感谢 谭成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空行的加持 要感谢 坦苏仁波切 感谢他的护持 感谢 从世界各地远来 赶回来护持的上司 教授师 法师 助教 还有所有的金刚同门 师兄姐们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的护持 在此 还要特别的感谢 西雅图 雷藏室 所有的上司 法师 以及呢 发心的义工 跟同门 感谢你们的辛苦了 法会 因为你们的辛苦 因为你们的发心 所以这个法会才可以这么的圆满 这么的顺利 大家功德无量 在此呢 我也真诚的 祈求根本上师 祈求马头明王 金刚尊者 祈求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空行 慈悲 放光 加持大家 让大家都得到 佛光的铸造 法喜充满 每个人 福慧增长 修法精进 照正菩提 时吉祥 日吉祥 夜吉祥 天天吉祥 天天开心 欧万里贝米宏